王虹四茶貓日前直擊柯文哲兒子 開的製搖資訊傳媒公司 登記地址就在臺坡大樓二樓 位在民眾黨中央黨部正樓下 不只如此 四茶貓更質疑 這公司很可能是人頭公司 畢竟柯文哲兒子念的科系 是機械工程 寫的論文 還是聚焦電力能源 和傳播媒體很難連結 有沒有實質擔任負責人 連日來引發討論 而這時柯文哲妻子陳佩琪 跳出來滅火 陳佩琪在臉書剖出喝咖啡照片 還自爆柯文哲回家時一臉鐵親 更透露自己退休後 有意開咖啡廳 本來在八月六號蕩慶時事營運 但憂心時間來不及 因此用別人的名字開公司 入資十萬元 登退休後 再換成自己當負責人 而進一步比對制搖傳媒 律師點出恐怕有違法疑慮 網友也以柯文哲日前的圖力說法大酸 對啦 人頭公司哪個地方不合法 但民眾黨則強調 陳佩琪非現任黨公職 個人的生涯規劃 民眾黨毫無所惜 雖然陳佩琪PO文 看似想平息爭議 但最後恐怕變成 體有救火 三十五 黃金城的小台北走到